兩個比較重要的這一個 跟這個他會做個說明 首先的話 我們剛剛有用到一個叫 Test函數 Test函數其實是格式化 不過在VBA裡面 它的名稱不叫Test VBA有VBA自己本身的函數 Exail Exail有Exail的函數 所以兩邊是分開來的 所以我們要看的話應該是分開來看 在VBA裡面有一個函數 它叫做Format 所以我們今天假如說要讓它連續做一些事情 那實際上你要怎麼撰寫 我們先來講 一般是先講清楚好了 那怎麼樣把裡面的資料給清掉 實際上程序的撰寫 我們按部就班來看 第一個在Visual Basic裡面 那一樣我建議你們先可以把它縮小一點 就是本來這麼大 這樣子好處就是說 你可以看著你的需要做什麼事情 而去撰寫什麼樣的程序 這個是用看的 所以你說我怎麼寫出來的 我就看著我要做什麼事情把它寫出來 那用什麼方式去對應到那個上面的儲存格 最重要就是這個東西 叫Sales Sales實際上指的是哪一個儲存格 哪一個儲存格 後面的話加上一個瓜虎 瓜虎指的就是哪一列 所以這個是列號 哪一欄 那欄號可以是用英文的 也可以用一個數字 所以這邊的話你可以用1欄 或者是輸入一個5也可以啦 不過你如果輸入5 感覺起來可閱讀性比較低 如果你用一個1 感覺可閱讀性比較高 對不對 所以通常我會用 是用欄號的方式 那首先我要怎麼撰寫一個程序 第一步我想剛剛有提過 Mardule一定是必要的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個模組 第二步的話呢 假如這些東西都不存在 我們重新再來過好了 那怎麼做的 我們分解動作看 各位也不用太緊張 反正我們按部就班來 那你回去的話 最好就是多打幾遍 然後再換別的東西再多做幾遍 以後熟了之後就很快可以 自己產生自己要的程序 第一步請各位在上方找到 插入一個程序 那這個程序名稱 也許我們叫做清除好了 也許我們先從清除裡面 清除開始好了 你就打個清除 清除 好 那清除的話呢 它是一個sub 預設就是sub 所以直接按確定就可以了 好 這個時候它會幫我產生一個什麼 sub 它是清除 然後呢 會有頭有尾 前面public是公用的 就是說給其他的工作表都可以呼叫到 那你其實有打沒打 那這邊都一樣 都可以呼叫得到 接下來呢 我要怎麼清除 很簡單嘛 我要清除哪個儲存格 第一個這個儲存格 怎麼叫出它呢 它的物件名稱叫sales 指的是儲存格 哪一列 第四列 哪一欄 第一欄 所以這邊的話打一個這樣子 這樣子 那清除的話等於什麼 你就打一個 等於沒有東西 沒有就是在 Excel跟VBA裡面都一樣 就是給它什麼 兩個雙以後 記得喔 不要多試 多打一個這個 沒有必要 多 就是這樣子東西 兩個雙以後 表示沒有東西 好 那如果說你現在把它執行 會怎麼樣 執行喔 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欸 這個不見了 但是問題是我們有這麼多 那你總不能說再來 Ctrl C 對不對 然後呢貼上 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 這邊改成多少 改成5 改成6 改成7 改成8 改成9 那你要寫幾行 總共這邊第四列 Ctrl向下 103 那你要寫 4到103 所以基本上喔 沒有人這樣寫的 那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喔 你需要一個什麼 回圈 那那個回圈 意思就是說 重複做什麼事情 你要告訴它什麼 告訴它範圍 Enter兩下 我的習慣是這樣 先按個TAB 然後呢打一個什麼 4 4 意思就是說 告訴它說 從一個範圍 4 那這個地方需要一個 列的變數 因為 4 5 6 7 8 一直到103 對不對 那這個一併需要有一個變數 叫I的 它等於的範圍是第四列 一直到 空一個 2 103 這都固定的規則 VBA 它裡面的固定規則 所以這個 可能規則你們也稍微要知道一下 然後 4 I的